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这个主题是 《核心价值的人生从大学说起》 目前这一集是第四集 我们要谈的是 明明德的修学法 跟清明的修学法 那个修学法上次已经说过 我们今天要接着谈 到底这知子而后有定 一直到静安律德要修学什么 那要修学的是 明明德有四目 清明有四目 明明德有四目就讲到 格物自知 诚意 正心 清明讲的是 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 他整体的经文 有经一章 传十章 经一章当中 又说到他的总纲 还有要明明德要清明的次第 就是指定经安律德 现在再讲八目 八目就讲指定经安律德 所要修学的科目是什么 明明德有四目 清明有四目 总共叫八目 先后一节 明明德的四目先 清明的四目后 一节 节就是说这八个目当中 哪个才是最重要 那是以修身为本 这是最重要的理由 我们入文的时候再来说 我们来看今天要讲的经文是什么 叫做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 你看 从明明德扩展到家庭 扩展到国家 扩展到天下 这个明明德于天下者 他可以是天子 他可以是亲相 他可以帮助天子来治天下的 都可以 儒家他就是要培养这样 治国的人才 治天下的人才 这样的人才最难培养 这样的人才如果放到事业 他也是精英 但这样的人才最难培养 这样的老师也最难找 先治其国 我们就是先从国家找绝兽 国能治天下才能治 欲持其国者 那个字还要念词 欲持其国者 想要治理这个国家的 先其其家 先从家里面整齐 当然这也可以说大夫之家 也可以说是士之家 从家里面去找绝兽 如果是大夫之家 就比如说他有封地 他从这个小封地里面去找绝兽 找那个治国的绝兽 从治国的绝兽 去找平天下的绝兽 欲持其家者 先修其身 想要齐家 要先从修身开始 家庭要整治的好 要先从整治自己开始 欲修其身者 先正其心 身要修得好 要从心来 为什么 因为身是被心所指挥 我们一般来讲 心情浮躁 身体就躁动 心静下来 身就静下来 这两个是有主从关系 所以当你心静下来的时候 你身就安定下来 所以想要修身的人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 先成其意 想要把心正的人 意念上要先成 心有哪些呢 叫做眼耳鼻舌生意 当然以意为主 眼耳鼻舌生 这五个心都要以意为主 意是主 其他的是从 举例来说 当你的心思安定下来的时候 你的眼神就安定 当你这个人安定下来 你在思维道理的时候 或者是你有价值观的判断的时候 你耳朵就不会听那个迷迷之音 可见这心是以意为主 叫先成其意 那欲成其意者 想要意念成的人先至其之 先至其之 就是他一定要正之界 他才有办法让意念成 比如说我先知道 明明德的重要 亲民的重要 我的心思放在这里的时候 我的意念才成 在明明德的时候 我的意念不会走上其欲 在亲民的这个政治界的设置下 我的心意是以利人的心意为主 所以这个人才表现对人们最大的诚意 所以自知很重要 自知在格物 自知能够通达这种政治界的人在格物 格物就是来的境界 来的什么境界呢 比如说来的老师 来的朋友 来的大学这样的教材 那来的这样的教材 我们好好地学习以后 我们真的会对大学的两纲八木 以及它的次第的修学都弄懂以后 我们这个意念是一种诚信的意念 我们心思就端正 我们才谈得到修身 而修身在齐家的时候 还要再了解家里面的家事 家里面的组成人员的心思 自知在格物 这个政治界的获得 自知的获得在格物 格物很重要 格物就是来的境界 来的境界 比如说来的老师 来的朋友 来的这些好的书籍 那自知就是透过文师兄 透过听文 透过讨论 透过这些问答 透过思辨 透过分析 这个时候所产生的知见 是一种体悟的知见 甚至这个自知是在玉境逢源的时候 经过深思熟虑的运用 对道理更深一层的体悟的自知 陈毅他就知道说 人生一定要在世间道跟初世间道 才能找到真正的出路 是以清明跟明明德 来成为心意的所依所缘 就是心意上是这种的内涵 这才是对众生最大的诚意 不但有心要去利益他 也知道利益他是朝向明明德的利益 这种人是最大的诚意 这样的心思才最端正 这样的修身才是真正的修身 所以下面就讲到先后结论里面说 既然从平天下一直推到格物 那我们再往格物再推到平天下 所谓物格而后知知 境界来了物格 就是境界来了而后知知 你要做这样的通达 这样的学习 物格像大学来了 知知就是知道这两纲八木的修学法 知道要怎么运用在日用平常 知道要怎么结合各领域 来发挥大学的价值 知知而后议程 议程不但是利他的心意 还包括利他的能力培养 这才是对人们最大的诚意 而诚意而后心正 这种心的端正才是真正的端正 它不只是不害人而已 它全部是利益人 全部具足利益人的能力 就像孔子就是一个具足利益人的心 跟利益人的能力 那这才叫做心正 心正而后生修 这才是真正的修生 而生修而后家企 在家里面跟家人相处 古代的家还不只是家庭 还包括家族 这个家族里面辈分很多 还要掌握人际关系 所以这个架构当中还含涉很多的学问 还有家庭发生很多事情的时候 还要有解决事情的能力 处理纷争的能力 要懂得调和 那在大夫之家 当家臣的时候 也懂得去办政治 也懂得为大夫来谋出路 所以这个家旗 家旗而后国制 当他被推进到国家 成为大夫 成为亲相的时候 他就能够国制 就像孔子在内政上 可以使鲁国三岳大治 在外交上 能够在甲骨智慧上 让鲁国享有很高的国际地位 收复鲁国失去的土地 国制而后天下平 一国治理之后 就能够帮天子来治理天下 就像周公一样 下面说到 治天子以治于庶人 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就是天子跟庶人 他同样没有因为你地位的差别 都是以修身为本 可是我们刚才不是说 平天下需要治国 治国需要齐家 一直往前推 应该是到格物 这里为什么叫做修身为本 因为格物自知 诚意 振兴 都是修身的范围 修身含长这四个项目 齐家也是在家庭里面 透过人际关系 透过这些你的能力 谋造家庭的幸福 处理家庭的纷争 创造家庭的快乐 争取大家对你的信心 这个时候引导他们 走向格物自知 诚意振兴的内涵 这才是真正的起家 治国也是一样 他还是要讲究很多的方法 包括民生 包括各类的生活的增上 经济的发展 国家的安定 治安大治 人们生活的快乐 而争取他们的认同 再并且引入他们 走入格物自知 诚意振兴的内涵 这才叫做治国 凭天下的讲法一样 所以这叫做以修身为本 那齐本乱而莫治者佛义 就是本没有好好地照顾 修身不能修身 那莫是齐家 怎么能齐 齐家不能齐怎么治国 治国不能治 怎么天下平 我们要说 修身的人不一定齐家 齐家的人不一定治国 治国的人不一定平天下 所以进入齐家还要有很多的学习 进入治国还要很多的学习 进入平天下还要很多的学习 但总纲就在大学 所以叫齐所厚者博 而齐所博者厚 为之有也 我如果修身明明是该厚的我博 我没有好好地充实自己 明明该博的我博 最后我博拼命地想要去利益别人 改变别人 那是不可能的 你没有办法在自己找到决受 你就没有办法运用于别人 你没有在一个地方有所沉 你就没有办法在范围大的时候 能够带入新兴向荣的境界 所以厚者博 博者厚 为之有也 你厚者博 你博待自己 你想要帮助别人办不了 所以都要充实自己才能帮助别人 充实不了自己 帮助不了别人 所以不能充实自己叫做厚者博 想要帮助别人叫做博者厚 为之有也办不到 此为之本 这才叫做真正的本 本就是修身 对着齐家来讲 本是修身 对着治国来讲 本是齐家 对着平天下来讲 治国是本 所以叫做此为之本 此为之自也 这才是真正知的究竟 自知 要有这样的自知 以上是我们第四集的经文 才大概讲这样 接着我们来看 整个科判就是雪儒老人 李炳然老教授 他对大学的架构 叫做八目先后一节 八目就是在讲 从格物一直到平天下的八目 先后 先就是格物 后就是一直到平天下 一节节在修身 大学的八目 八目就是刚才经文所讲的八目 先后结论就告诉我们 修身为本 本要厚 莫要薄 知本才是真正的知知智 你看 雪儒老人 根据大学做这样的架构 让我们很清楚的明白 大学就在这样的子区上 被发挥出来的 那大学的八目当中 我们来看 第一个 欲明明得于天下 可见治理天下 不是靠这些武力 不是只有经济 不是只有生活的享受 不是只有各行各业的发达 这叫做欲明明得于天下 他的本质在明明得 所以如何把天下人培养成人才 把天下人培养成人才 才能真正的脱贫脱困 先持其果就是在国家上要先有这样的成就 而先持其家 家庭要先有这样的气象 而先修其身 自己身要具备这样的能耐 而身要具备这样的能耐的时候 是心要先具备这样的能耐 身才有这样的造作 这样的成就 要先有这样的心 一定要意念上先有这样的意念 而意念上有这样的意念 先要有这样的正之间 而正之间要先获得的时候 一定要在境界来的时候 懂得获得这些知识 获得这些体悟 获得这些涵养 获得这些证悟 学路好像说 想要明明德于天下 明明德就是原始要终 从刚开始对自己也是明明德 对家人 对天下 对国家 对天下 通通是明明德 这叫做原始要终 所以整部大学 一也必知 叫明明德 此大学之大用 所以明明德 应该是一个体悟力 一个对世间道的体悟力 一个对初世间道的体悟力 行恶下的体悟力 行恶上的体悟力 这个就是明德 这种体悟力 明就是要透过 博学 审问 圣思 明辨 笃行 透过 知之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静 静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律 律而后能得 透过这几部的修学法里面 把这个潜力引出来 这样的潜力 被引出来的时候 人们才知道圣贤的价值 原来贤跟圣 都是这种能力的获得 这样的人叫做有大道 这样的人来治国 或者帮天子来治理天下 这才叫做大道行于国 行于天下 所以叫做古之欲明明得于天下者 第二个先此其果 学如安说 此者就是治理的意思 这个治理包括有两个 第一个是国以安 第二个叫做获能安 以安是一个透过办政治的成效 办教育的成效 能安是说 这个国就算是一个乱国 但是透过君子的治理 君子是一个能安的人才 当然这能安当中 像孔子就是一个能安的人才 带着人才团队 是一个能安的人才 而在历史上 也有说到他治理的成效 这在上一集都有说的 好 那欲吃齐国者 先齐家 齐叫做整齐 这个家里面 又家以轮序或者是能序 包括家族 包括大夫之家 都能够轮 就是能够有次序 就是一个能序的人才 而且帮助这个家上轨道 家族能上轨道 大夫之家能上轨道 例如像明子谦 就是一个能够让政局上轨道的人才 所以祭孙大夫才要使明子谦为废宰 或者展伯纽做过中都宰 子下做过举夫宰 扶子健做过善夫宰 这些弟子们都在一个地方 或者在家庭 或者在家族发挥那个成效 这都是一个齐家之才 像子渝曾经做过五成载 孔子很感慨 很欢喜地说 割姬 应用牛刀就是圣人的气象 治国的气象 竟然在一个五成去发挥出来 这个就是一个齐家之才 但是齐家者要先修齐身 修位修整 但是这个修整 不只是说要保持卫生习惯 要给自己修蝙蝠 不只是这样 这还包括说内心的修整 这才是真正的修身 所以许如安才说 生无悖醒或少悖 换句话说过失要越来越少 这过失要越来越少 这包括我肯改过 我肯学习 我甚至生起政治界 而具足这些思维模式 来改正我的过失 所以改正这个过失里面 还包括好学 还包括能力的培养 所以先修其身 那身要怎么修呢 叫做要先正其心 心是身的主体 我们说过 心很浮动的人 身体就很浮躁 所以叫做心浮气躁 心正的人叫做手其不偏 手其不偏 就是不要偏于私欲 不要偏于烦恼 不要偏于习气的走作 正在这里 所以心叫做乙端 或者叫做无私 所以你看那个论语里面说 是思明听思冲 这就是耳冲目明 这叫做正行 耳冲目明 目明就是看得懂疾凶祸福 耳冲是听得懂疾凶祸福的言语 懂得趋吉避雄 眼睛一看就知道该学什么 该体会什么 耳朵一听就知道这些东西 他到底讲什么 到底要怎么体悟所说的这些道理 叫做是思明听思从 这个心如果能够言耳鼻舌生意 这个心能够端正 心如果能够端正 他要靠什么端正 要靠意端正 所以要成其意 因为心的主宰者就是这个意识 意识如果是端正的人 心思很纯正的人 眼神就很端正 耳朵就知道该听什么 不该听什么 所以叫做先成其意 意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起念思良 所以那个思量很重要 我们在读什么东西的时候 要透过思把所读的读懂 比如说架构式的思维 逻辑式的思维 横向式的思维 正向的思维 側向的思维 批判式的思维 透过这些思维 把道理弄懂 所以思维是学习很重要的方法 孔子也讲究 学思并重 这个诚意就要靠思去承 可见那个思维很重要 经学学习要思维 经学所讲的道理 它文字的道理 文字所含长的意理 乃至于如何运用日用平常 如何结合各领域 如何发挥各领域正面的用途 如何用各领域的知识 来辅助经学的思 那就非常的重要 这才叫做诚意 这个诚意就是 省察不欺心之所存 意思是说 你有这个知识背景 你可以来观察你自己 你不会让心去走向思念 这些杂念 为什么呢 因为你有忠心思想 所以那个诚意就是 你有忠心思想 你才能够发挥这诚意 你有利他的心 又培养利他的能力 这样的人是最有诚意的 我们一般说 利他的心是很有诚意 如果没有培养利他的能力 这个诚意是有遗憾的 有偏颇的 有不足的 所以诚意当中 好像意以诚实或能克其念 意以诚实要这样解释的 能克其念就是 反面上来说 能对峙烦恼妄想 能对峙这种种的情欲 可是这个诚意要先置其知 知由认识 这个认识太重要了 认识就是能够了解心 了解静 了解所学 了解人情事故 能够透过认识当中 知道什么样的情绪是好的 什么样的情绪不好 什么样的人是善人 什么样的人是恶人 什么样的道理是该吸收的 什么样的道理不足以采取的 尤其在这个时代 很多资讯量爆炸的时代 你一定要有这种抉择的能力 要有认识的能力 该取该舍 清楚明白 自知的就是有这种知识背景 有这种认知 有这种思维模组 自然会推测到极致 就是能够把这个知运用到究竟的人 在入世的时候 他真的是能够舍掉这些腐败 舍掉这些支离破碎的东西 舍掉这些无畏的 取其精华 这个知又叫做以极境或者生知 以极境就是广度来说 生知是在讲深度来说 对每一个道理 认识的权叫做广度 认识的生叫深度 而且彼此的关联就叫广度 这关联当中 能够深深地知道互相扶持的作用 这又是生知 所以这样这个自知的人 他才知道怎么趋吉避凶 帮助心意上懂得趋吉避凶 帮助众生趋吉避凶 这才是最诚意的 透过办政治办教育办各种事业 让人们能趋吉避凶 离苦得乐 这才是最有诚意的 所以这个诚意一定是来自于知 所以我们论语有曾经做一个架构叫做 知之一知 众妙之门 要自知 要有这种的知 那这个知之者在格物 格物 汉儒 郑康成 讲格者来业 悟者事情 就是来的事情 这个是来的境界 所以来的境界就是我们要学的 善恶随行来应 你懂得在这个境界当中 做观察 做学习 做分辨 那你就能够在这个四项当中断恶修善 举例来说 来的坏人 你深深警惕 来的好人 你深深随行 见到险的时候 你来施起 见不险的时候 内置省茶 有没有跟他犯一样的罪 一样的过 这样的人反而在境界里面是获益者 能断恶修善 能离苦得乐 能屈极避凶 所以你看那个格物 来的境界 你却在这个境界里面得到殊胜的利益 透过格物 你才能自知 你有这样的知才叫做自知 宋朝的司马光说格物的格是含义 就是抵御 抵御 物欲 来的境界要小心 如果这些是明文立养的境界 要小心你的贪 贪之一致 罪害人的 贪不到就会撑 如果在宋儒 诸子来讲 就是物理疾触 物不道 也就是对这些境界能够通达其理 王阳明说格者正也 就是把事不正的地方把它正 各有讲法 但是雪公老师说 格物是格者 神起来格 就是神来格 当成来的解释最好 先后结论 这里面大学里面的经文告诉我们说 修身为本 为什么呢 因为格物自知 诚意正心 都是修身 修身要怎么修 要在心地上用功 叫做修身 心地上怎么用功 就是格物自知 诚意正心 本莫厚薄 本要厚 莫厚薄 意思是先重修身 先把自己培养起来等等 这些观念前面推过了 知本知智 知道本才是真正知的究竟处 所以总而言之一定要培养自己 修身为本就是第四纪的重点所在 修身为行己 行己就是自己要行 怎么行呢 透过文师而行 文师把道理弄懂以后 能够让义成 义成就是说 利他的心态你弄懂了 利他的能力你弄懂了 这才是真正有诚意的人 这才是真正正心的人 己立约本 自己立了才叫做本 这样的人 比如说天子有天下当品 可是你就是天子的人才 邦君有国当治 你就是治国的人才 庶人有家当企 你就是企家的人才 所以人才从家庭来 如果有这种教育 那才真的是家庭教育 令王大师才说 家庭教育是天下太平的根本 你看这就是他的利润 就从大学出 然后说夫妇 妇者妇也 太太扶持先生 夫妻妻者妻也 夫妇相妻 或者称人的妻子叫太太 就是因为太疆是古宫胆妇的太太 太政是纪律的太太 太氏是文王的太太 这三太都是齐家之才 齐家之才 培养他们的孩子是一个治国之才 是一个平天下之才 所以大学里面典范 就可以用文王的家庭来做典范 所以叫本厚莫薄 厚薄是修制的深浅 修制的深浅当中 对自己要厚 没有自己没有厚 你没有办法去厚别人 所以不要先去利益别人 利他的心要有 但是要先自利 要懂得投资自己 终身学习 本因厚而薄 使莫薄则厚 莫要薄却厚 想要厚待他人 这事不可行 办不了的 所以没有把自己培养好的领导人 想要创造团体的出路 是办不到的 你要让团体的人有出路 那是办不到的 空有其心 所以能力很重要 光有利他的心 没有利他的能力是不行的 所以一般来讲 欲辱服辱 就是说光想要利益天下苍生 光想要让国家大慈 但是不充实自己的人 不将经学活用的人 不看懂时代的趋势的人 不了解这些领域发展的人 其实是也没办法真正去利益别人 所以也不能成为诚意者 也不能成为振兴者 所以终生的学习实在太重要了 所以才会 学如然才会说 这才叫做资本 这是自也 那诚意是振兴的根本 振兴是修生的根本 这样推 所以真正的根本 就是格物自治 以上就是我们第四集的大义 我们来看总结 第一 核心价值的人生 从大学说起 我们已经说到了第四集 从大学的两纲 明明得清明 各有四目的修学法 这八目前后关联 也知道是修身为本 也把修身为本的理由说出来了 那格物自治 诚意振兴 就是明明得 所以明明得是自立立他的目标 这个核心除 如果弄懂 后面的发挥都懂了 所以经这一章太重要 后面钻石章都在说经的 第二 我们分清楚本末 这个本就是修身 修身是以格物自治 诚意振兴为修身 不能舍本竹墨 竹墨就是齐家治国 平天下就叫竹墨 要先治本 但是要为墨而本 这刚才说到 以墨福本 为了他们而辅助自己 为了他们充实自己 这是一个有使命感的充实 是一个有承担的充实 是一个有理想的充实 有报复的充实 有目标的充实 是一个透过利他的心态 而充实自己 这才能由本而末 本末双章 所以不是光只有顾本的问题 没有这么简单 固然不可以舍本足末 可是也不可以不要末子顾本 这是不行的 雪如然 李北南老教授 在长律局也说过 这样的重要处 第三 这个整个核心处 在一个知 格物自治 诚意振兴 其实在一个知 这个知之一致 众妙之门 比如说来的境界二知 知道他是三知识 好好地跟他学 知道他是二知识 所以他是反面的教材 要懂得正面跟反面的教材里面 通达这个道理的体悟 知太重要 那这个知要怎么获得呢 讨论听文分析 抉择领悟 并且实践而知 所以那个诚意 你看那个知之才能诚意 议程的知之有多么难 第四 各领域的通达 就是帮助自知的知 那说话办事 能否得到效果 也是一个知 趋机避凶 离苦得乐 也在一个知 那我们眼前大学 也是透过知 来了解大学 大学的两纲八木的获得 就是一个知 而这个知 才能让你的意诚 才能让你的心证 才是真正的修神 以上是第四级的大义 那后面 转十章 就从第五章开始 后面有十章 都来解释前面的两纲八木一总结 两纲八木 每一幕的修学法 都是知子 定静安律的 后面都在讲这些的观念 我们下集分享 谢谢大家收看 下集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